中文字幕志愿者 六公斤级第二轮的比赛 现在出场的是黑方拳手卡舒拉夫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趋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至四十分钟 股身壮阳 严实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然 记住微信 574993200 黑方应该说从开始的阶段 他这个步伐还是挺灵活 他现在一直在向自己的右侧去移动 其实这个往这个方向移动 可能最好 正好是对方纵权的这个 这个方向 并不是很好的选择 我们看到刚才 黑龙选手是想摔的 对 他在后撤当中 后撤当中的话 除非对手扑的比较猛的话 你这个后手摆拳 后手先能打到 我们看到红华选手 刘德利格尔乎也是 用一些这个组合的击打来 对 防止对手 干扰对手 主要是干扰对手 刘德利格尔乎他的拳很快 他的拳速非常快 而且他的这个拳法还是很刁 黑方的话呢 拳的技术上来 这个是脚背踢的 这个是脚背踢到这个 对方的这个使用 所以说这个杀伤力要差一点 这个很小 如果是闷声的话呢 这一下就是重 对 一个是由面骨打中的话 这个杀伤力会 穿透力会更强 哦 我看到这个拳啊 对 对 黑方刚才是比较狼狈 这个下险稍微狼狈一点 对方是有点奇特 所以黑方当时是应该说是吓你跳 哦 又是奇特 因为呢 这个红方呢 是反架啊 所以他的重腿 正好是自己的这个左腿 起腿的话呢 就对对说有威胁 对 双方呢 谁先呢 出这个重腿和重拳 其实都是要抢先机的 这个就是这个 正价打反架的 这个一大切断 双方呢 要抢对方前腿的这个外线 是 所以大家可以观察 双方的一个步伐 刚才呢 刘特列格尔乎这个气质很快啊 很快 这场比赛啊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高手之间的下棋啊 双方不会乱打的 因为呢 刘特列格尔乎呢 他呢 是要找准机会 因为对手可能 他如果打空之后 对手可能要下前把他摔倒 你看到 你看到 黄方选手 刘特列格尔乎 其实他非常聪明 嗯 用这个腿啊 来控制 去 刚才用腿去 开手了 现在左手 击中 对方的这个 右手 因为这方 右手的话 本场比赛结果 红方选手 刘德利格尔乎 TKO 获胜 这个的话是瞬间的话 击中干部之后 他身体产生一个晶卵 晶卵之后的话呢 整个就是说有点像 我们叫电脑死地一样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应该问题不大 是这个软肋的位置 就像我们平时说的 有点差了气 对 这个应该是非常的疼 他应该没问题了 没问题